大雨不斷落下 让整个挡风玻璃 雾蒙蒙一片 这是周三上午 国道彰化路段 车辆经过都渐起水花 还有彰化市区 马路上同样积水一片 民众只能穿脱鞋行走 北市内湖 在早上也有路数倒塌 搭配下雨 让整个上班路段更塞 受到封面影响 周三这天 全台各地都有震雨或雷雨 气象署更在早上 针对彰化以北及南投地区 发布大雨特报 截至上午10点 累计雨量排行 以苗栗海浦降雨量 居管95毫米 台中大雅88毫米 中部多个地区 降雨量持续攀升 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 甚至部分的宜兰花林地区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那其他地区也会有 局部的震雨或者雷雨 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 天气特辑也发文提醒 根据主流模式 雨量预报 周三开十年五天 可见青一色紫红一片 尤其西半部雨量颇可观 难得各国预报这么有共识 雨是可说是八九不离时 而降雨热点是西半部 和宜花要多注意 在中南部地区呢 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这点请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 而且其他地区在西半部 东北部地区 也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礼拜四再有第二波封面接近 预估周五到周日雨势比首波更强 根据预报显示 尤其周五到周六西南风增强 加上封面影响 中南部局部大雨或好雨 日累积雨量恐达两百毫米 一直到周末都可能有中小时度 对流系统发展 温度方面受封面影响 全台温度略下降 特别是周三周四 北部东北部低温约二十一到二十二度 整周不稳定天气形态 时刻注意变化 雨聚也不要离声 TBS新闻学长慧先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